大批游客挤在一起挑選漁獲 仍朝戰聚半個走道 宜蘭大溪漁港每到假日 湧入大量外地遊客 但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讓在地人心驚驚 大家都有戴口罩 我是覺得不要彼此接觸 應該都OK 就算大溪漁港這 曾有確診者到訪過的足跡 遊客還是沒再怕 宜蘭縣長林茲廟也說出重話 現在是暑假期間 但還是在三級警戒 宜蘭不是厚花眼 請外縣市民眾 不要跨區移動 現在宜蘭縣將演擬實施邊境管制 要在國五各交流道 設置體溫量測站 針對自小客車進入宜蘭時 必須量體溫 還要進行實聯制 希望降低跨區移動 但要怎麼實施可不容易 上市若造成車輛回堵 或影響線民進出 甚至實施時間都還在評估中 最有可能一旦三級警戒解除 縣府也會跟著鬆綁 對此指揮中心回應 防疫政策必須全國一致 具體規劃也得和交通部討論 當然回堵就會車流會跑到高速公路的主線 必要的時候也會來跟高工局這邊來做一個請教 包括體溫過高 我們也在討論 怎麼樣能夠讓這個體溫過高的這樣子的車流 人流如何能夠回轉 尤其宜蘭最近公布的確診足跡都來自外縣市的遊客 多數居民都贊同這政策 但邊境管制一出 不只衝擊交通 恐怕也侵犯一般民眾使用平面道路的權益 到底如何實施 中央跟地方還沒有共識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